今天出来散步或者是户外发呆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家店呢 还是挺暗黑中的暗黑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来到解封户的深圳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马尔兰的频道 欢迎来到按下了暂停键的深圳 目前我的社区呢 还算就没有完全被封起来 还是可以就是进行有限活动的范围 就凭这个出入口 感觉一下子去到了一个平行时空 所有人都不见 这是我住的小区所在的那个地铁站 终于开始要拆这些水马 好久不见深圳终于解封了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想带大家去深圳某个地方去发下呆 今天我坐的这条地铁线呢 是深圳的28号线 应该也算是深圳的一条海景的线路 因为呢 它是从东部的比如说是沙头角啊 还有盐田这边东部的海边 一路呢穿过市中心是来到西部的海边 比如说蛇口 还有东脚头这里 然后对面呢就是香港 这个购物中心呢 人还是很多 你看现在就是好多的一个餐饮店 还有一些奶茶茶饮店在里面 穿过这个购物中心 所以我们才会去到 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个海上世界 艺术文化中心 这里现在看到呢 是一艘就是以前的那种邮轮来的 其实以前这边就是一个海边 然后呢 后来以这艘船的周围 然后盖起了一个叫做海上世界的购物中心 所以呢 现在这个 这艘船反而是在这个区域 在那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最近在广州跟深圳呢 有很多这种黄花风铃墓 但是呢 我刚好那段时间就被 小区疯疯起来 没有能够出去看这种树木 那会儿朋友圈真是刷爆屏 想不到这边还能够看到 这几天深圳的天气真的是 赞爆 非常非常好 你看 就是蓝天白云的样子 然后温度也很适宜 就是一件外套加一个单衫就可以了 然后前几天还是挺热的要短袖啊 或者是短裤这样子 所以今天出来散步或者是 在户外发呆 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应该就是好多人都在这边找一个空地 然后野餐啊 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啊什么的 很多人过来这个户外这边去放松 这个呢就是艺术中心的一个 应该是向南边的一个门口 然后呢对处呢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湾景 这边湾景非常的好 然后对面呢可以看到是香港在这边 这边就是香港的天水围了 所以这边呢就是属于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私密的发呆的空间 因为呢它旁边这个就是美术馆 然后艺术馆 在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些展览 然后这边有这样一个的非常开阔的这样一个台阶 而且人也不会很多啦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太多 所以呢这个台阶还能看到这么好的海景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拿着书啊 会拿一个饮品啊在这边发一下袋这样子 尤其是在深圳这么忙碌的工作当中 其实有这么一片海能够去治愈一下心情还是蛮不错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宅在家里面其实 担好我们就在你搬 by 好多人吗 再来 这边 上 奶 超棒槌 超棒的 这边 ris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现在身处的是在海上世界艺术文化中心楼顶的这个花园的位置 然后跟大家沐浴在阳光底下还有吹海风这么一个状态 跟各位去聊一下天 可能对于聊天来说我会用广东话比较自在一点 以下的时间我又会用广东话跟大家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因为深圳从三月份开始 因应国内疫情的原因 其实出去旅游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奢侈的事情 虽然我们深圳已经是没有了这个行情卡大声号 但是你说去到其他地方你说隔离七日或者十四日 其实对于我们一些假工作来说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起码在可望的将来下五六月份才会恢复 所以从这个视频开始 希望加入一些我们频道的本地Vlog 即是深圳本地Vlog和广东Vlog的一些元素 希望将一些包括深圳和周边的城市 广州 韦州 顺德 中山 珠海等等一些好玩和好吃的 以及适合慢活的一些视频带给大家 当然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既旺地支持鲍五郎 在我们频道多点留言 以及多点转发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收听 希望你继续支持我 现在快要日落的时分 这边走出来海边真的很舒服 其实这边是一个绿道 然后沿着这个海边走 一直可以走回到福田那边 慢慢沿着这个绿道走大概半个小时呢 会去到我们今天晚上要吃晚饭的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走过来还是蛮舒服的 这一家烧鸡人真的很旺 就现在六点多就要拿好了十一号 然后一个号码都没有交到 大概他说要一个多小时拍对 我觉得这家店呢还是挺暗黑中的暗黑 当然这个暗黑不是贬义词啊 而是有特色的意思 就好多人 你看到好多人慕名而来 但是他的位置就只有那么十几二十桌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他旁边的一家 倒闭了的餐馆坐了下来 他说总店那边点了菜 然后在这边能够坐下来吃这样子 上线我的一个炒青菜 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真的是太夸张了 就是等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才来这个烧鸡 好说一下呢刚刚吃的那家烧鸡店的一个用餐的感受 总体来说呢我是觉得它只是放在广州或是顺的来说非常一般及格线以内的一个普通的烧鸡店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了深圳就变成这么多人会趋之若无的一个烧鸡餐厅 刚刚跟我们在同一个区域吃的好几家人他们都在问哎为什么会在这个家店不去一家正常的餐厅吃呢 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尤其是我们是六点半进去的 然后八点来中那个烧鸡才到 所以我们组组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真的有点崩溃哈 烧鸡呢是及格线内的 就是刚好及格的一个出品 烤大肠没有吃到 因为我们cancel了 实在等不下去 然后就是炒粉 炒粉是完全不及格 这个是非常致命的 作为一个大排单 为什么炒粉会不及格 材料是非常碎 没有什么调味 也没有什么祸气 因为大排单最主要就是祸气 所以总体来说 如果你不想有一个坏心情 而且是请客 或者是跟家人 跟朋友一起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来 好了 那么原本还是打算 能够在深圳找出一家 比较有烟火气的一个餐厅 那想不到原来是这种状况的 所以这家餐厅我就不推荐了哈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马武郎 那么属于这一期的视频 来自我们深圳本地的Vlog就到这里了 还没订阅朋友 记得要订阅关注起来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想我去拍去体验的话 都可以在这一条视频下面 留言告诉我 又或者去到我的IG当中 留言告诉我 之前在广州跟深圳 很多这种黄花岭 黄花岭 黄花岭